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朋友看过 我看在Google Plus上 好多人在贴它的图 贴它的宣传画 国内据说 两个小时四十多分钟的电影 给砍成一个半小时了 我没有去确认过 要那么砍 基本就砍虾米了 就完蛋了 云图这个电影 几乎大多数朋友说 看了个云头转向 我看过一个 去年应该是 加拿大多伦多电影节时 云图的剧组的人 来到了加拿大的多伦多 参加过一个新闻发布会 包括在电影里面 有一个角色 是周迅演的 周迅也到多伦多来 但是几乎 大家在 包括汤姆克鲁斯 在回答记者问题时都说 这个电影很具挑战性 因为它的跨度比较大 我看过第一遍的时候 说实话 看得我也有点云头障碍 然后再看过第二遍的时候 因为要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的看法 我得看个差不多了 看第二遍的时候 基本上就捋清了 我们把主要的角色 跟大家分享 主要是想 作者透过这个电影 要表达出他对生命的看法 这本书 是应该在近年来 原作这本书 是近年来少有的 在西方的社会当中 卖的这么多的书之一 据说超过了一百万本 而在这个电影本身 参影的这个演员的阵容 据说超过六十人次 在奥斯卡金箱奖当中 曾经被提名过 男女主角 全是奥斯卡金箱奖获得者 整个阵容非常大 大家想表达的内心的东西 我个人觉得 它展示的更多 就是作者把一些现象 展示出来 但是寻找答案当中 它没有找到 如果说从故事的梗概 大概是六个人 跨度几百年 从1849年开始 到了上个世纪初 到了上个世纪中 再到了二十世纪 二零几几年 也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年代 再到大概一百年 是一百四十年之后 再往前推一百多年 跨越了六个年的六个时代 在这六个时代 在不同的地球上 不同的六个地方 这六个人 轮回转世 是因为彼此之间的关联 走到了一起 而演绎的呢 却是类似的故事 虽然是西方的电影 但是在电影当中 它表现出来呢 佛家的轮回转世 所以这就是我说 在很多人的现实生活当中呢 人们有一些现象是无法解释的 这个电影 如果你要看明白的话 你应该 我自己建议了 把时间当成一个立柱 一个轴 分成六个层面 这六个人在每一个柱上 不同的层面 去演绎着自己的故事 历史 这个电影 正是把类似的场面 以时间为轴 叠加出来表现 答起来了 谁在杀谁 1849年时谁在杀谁 到了1920几年谁在杀谁 到了19就反合的时候 谁在杀谁 它是这么列着来的 但并不是六个人 在每一个 每一次六个时段当中 完全都出现了 也不是 但是它是这么叠加在一起的 它表现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人死了没死 在这个影片当中 在所谓新首尔 也就是从现在算 一百四十多年之后 被山谷人称为 这个神明的 星美 四五一 是个应该是 看起来是个韩国 或者日本的女孩的 一个形象 在杀掉她之前 采访她时 她说了 问了那么个问题 你认为有天堂 有地狱吗 她就说 人死了就像 一扇一扇的窗户一样 或者一扇门一样 人死了就打开了另外一道门 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 而那个世界呢 会怎么样呢 取决于你在这一世当中的 所作所为 我们一会儿会跟大家分享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一条线 这也是这个电影里面 贯穿了人对生命的 一个重新的认识 中国人佛家讲 善恶有报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夫妻两个人结婚 千年修德 共枕眉 不是一家人 不禁一家门 这都是我们民间说的 这就是这个电影里 所讲的内容 包括有情人 忠诚眷属 在这个电影里面都有 也就是说 虽然它的阵容很大 虽然这个电影看起来很重 但是在东方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 在我们民间中 大家早就这么认识 只不过出口转内销 现代的人 现代的生活是好莱坞的生活 现代的人是科学的生活 想把这用好莱坞的生活 以科学的生活 否定了我们曾经的这种文化的优秀的那一面 有些人在心目中是这样 时髦的一个所谓现代词叫重阳媚外 可不成想洋人所表现出来的 好莱坞的剧作所表现出来的 却是我们文化当中早已被人们所公知的内容 我曾经跟大家开过玩笑说个笑话 这个说 几乎这世界上所有的男人 自己的老婆并不是自己真正想娶的 而这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女人 嫁给的那个男人 未必自己是想嫁的 别打架 两口子别打架 你现在谈恋爱 大家也别使劲 为什么呢 其实道理太简单了 你真正所想爱的 所爱的那个女人 是因为上辈子追你来的 你不理人家 这一辈子你把这一份情感环露 就正假设 所以我们才提到 在人的生活当中 要善待别人 要真正从内心的去善待别人 从内心的去真心你身边每一个人 他们曾经跟你有过关联 这个影片表现出这一个氛围 渊源相报何时了 不是在这一世上说 而是在生命的永远的过程当中 都是这样 人死不是死 另外一个呢 他提到一个概念 就是达尔文的进化论 达尔文的进化论 在这个影片当中是被否定了 否定的干干净净 甚至是一种唾弃的方式 人有轮回转世 就否定了人是猴边 道理太简单了 我一会儿跟大家分享 再有一个 其实他在挑战科学 时间的推移 到了几天的后面 包括什么统一部啊 这种势力的出现 以至于到后来山谷人的出现 都是表示着现代科学的发展的过程当中 到最后失去了家 人变成了野蛮 现实真实的人变成了野蛮人 而另外所谓发达科学的人呢 却失去了家 影片最后一个时段的表现 是这个意思 即使他们被那些 被人给救了 最后影片结束 就是老爷爷讲故事的地方 汤姆克鲁斯讲故事的地方 飞到了一个星球上 他们居住在哪 他们生儿育女 但是他们知道 那不是他们的家 汤姆克鲁斯的台词说 家在山谷 在地球上 孙女问他 在哪呢 他指 他们回不去 啥意思呢 发达的科技可以救了人 把他们救了 但不能帮助他们找到家 我觉得这也是这个片子 没有答案的地方 而这个片子类同于李安的 Life of Pi 李安的 李安的Life of Pi 也在寻找着人真实的精神的归宿 生命真实的归宿 没找着 Life of Pi也是这个意思 没找着 这没找着里面 在深入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科学 有信仰的人 真正信仰的人 在面对科学的时候 其实换个角度上说 有科学的人 上读书读了很深刻的人 对科学很迷信的人 他容易丧失相应的内容 是有这个问题的 那这就算 这一段就算我们开篇了 在Facebook上 有一个朋友给我留言了 我觉得那个留言 跟这个片子能够对上 那我们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个留言是怎么说的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呢 这是一个朋友给我留的言 说的挺简单的 但是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 神佛和上帝是慈悲的吗 人是神佛和上帝造的吗 可是神佛和上帝会怎么对待人的痛苦呢 在我们的生活中 好人往往被人陷害 会经历磨难 会生怪病 而那些在世俗当中 看起来十分邪恶的人 反而平平安安 健健康康 从我们的感情来看 这是不合理的 因为我们是有感情的 所以对这件事情 我们感到很痛苦 我们发现这个世道不对 这个世道不对的一个原因 好人没好报 坏人也不被惩罚 这让我对宗教产生了疑问 上帝和神佛不是慈悲的吗 可他们怎么去面对我们的感情呢 就因为这些疑问 所以滋生了无神论的土壤 涛哥这是我们的困惑 请给我们剖析剖析吧 非常实在的问题 你可以说是无神论的土壤 其实你不如说 它跟无神论相亦得章 彼此相互作用 让我们今天产生了困惑 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在我的其他节目当中 我跟大家分享过 去年是前年 我说在过年的时候呢 据说在这个武汉 在武汉拜财神呢 去了几十万人 在今年 在过年的时候 去拥和宫 烧投注香 去了八万多人 我曾经跟大家解释过 我说大家去烧香拜佛呢 为自己 对吧 在武汉的武昌的归原寺 几十万人拜财神 是为了自己发财 没错吧 到拥和宫 去拜佛 是为了自己平安 没错吧 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我们人 朋友说站在感情 我们人站在感情的角度 自己人的 这一个层面的角度 去看待神佛 上帝与慈悲 问题出在这里了 其实这个电影 跟大家表现出来 我刚才提到那点 是有着类似之处的 佛家里说什么呢 佛家里说 和尚修行呢 达到涅槃的彼岸 才能是永生 你记住 是和尚死了 西方的信仰说 人死后上天堂 对吧 这是我们 我们就讲最普通的道理 所有的这一切 宗教信仰 神佛上帝 他都站在 人抛弃这个肉身 现实的生活之后的 生命归处 他并不是 给你现实人的生活 肉身这一个层面的人的生活 带来财富 带来享乐 相反 被涛哥称为魔鬼的 却是满足你现实生活的 财 喜 色 等等 等等欲望 这就是刚才那个朋友提出的说法 为什么恶人 却拥有这个 拥有那个 吃喝玩乐 好人却得不到好报呢 你这里说的 好报 恶报 是站在我们现实 人的生活层面 这是一个 本质上的问题 人们相信是有神佛 人们相信有信仰 人们对神佛敬仰 人们希望 生命得以升华 我几次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过一概念 我说很多朋友在国内挂着三个字 我不知道现在人们还挂挂 精气神 修行人的当中 在中文的当中 连气功的 说那么一句话 以精化气 以气化神 男人为精 女人为血 这就指人们真正的 男女之间的 那个真正的生活 那种组合 肚脐下面 两指左右 那就是丹田 练功的人知道 很多普通的人也知道 什么丹田气啊 这个那 当人们的东西 以精化气 以气化神 是把人最精华的东西往上提升通过修炼 精气神 神这一面 人们说气能理解 连气功吗 到了神这一面 很多人就理解不了 很多人说这人就有精神 不是 他是生命得以升华了 为什么在电影当中 很多电影当中描写老道 书中描写老道 说多少岁了 我记得有朋友跟我说过 说这个北京的白云冠的姓曹的曹道长 一百四十多岁 一百五十多岁 对外头说是七八十岁 八九十岁 我现在不知道人还活着没活着 我说的是十年前 他为什么能延年益寿 就是以精化气 以气化神 生命境界升华了 他可以突破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人的死亡的概念 如果举个另外一个例子 九华山有肉身佛 人死了本该这块肉会烂的 天安门广场那块腊肉 毛泽东 人会烂的 但为什么九华山的修佛的人 那和尚他肉身不烂呢 精气神的神达到了境界 但他为什么又死了呢 那个魂离开了肉身 就是这个电影里面提到的 人死了 怎么下辈子又出来了 魂这一事被人杀了 自己自杀了 然后他走到下一世呢 他那个魂钻到谁身体里面去呢 就是谁了 但是谁是他的亲朋好友呢 是他上一辈子那些故事 演绎成下一辈子的亲朋好友 我们一会儿跟大家解释 这是云图这个电影里所描绘的 而人是什么呢 人就不是精气神了 人那个精于邪就是 你找着你媳妇俩人结婚了 生孩子了 就是人了 对吧 所以当官的他贪婪 人们说放纵欲望 饶自己补 吃哪补哪 这都是常人说的话 很多人说的话 没用的 驴尾巴 拴鸡蛋 瞎扯蛋 所以我们说 修炼的一面 讲的是什么呢 站在人灵魂的那一面 我一直说 这个社会是表现出魔鬼的一面 是什么意思呢 他们站在人的肉欲 受欲 欲望的一面 用权力 用阴险 用邪恶 屠杀 扼杀人 人性中 最自然 最善良的一面 就是这么个分别 就是当你站在人的利益的角度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 好人没得好报 恶人如何如何 而在云图的 整个六个时代当中 都是恶的势力 与人性之间的冲突 而这恶的势力 都是代表着 金钱 财富 与权力 而那所谓人性的一面 都是被欺压的 都是得到了一种 一种不好的 但云图 这个片子 他探讨不了说 人守住人性一面 然后呢 他没说出来 这就是我说 他科学的 缺陷的那一面 他说不出来 但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 就能说出来 所以在这个片子里 他揭示了我刚才提到的几个问题 想跟大家说详细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刚才跟大家说的这一段 这就是整个这个片子的总结 下一段 这个片子的下集 我跟大家解释 谁是谁 为什么 我觉得对我们每一个人认识生命 认识我们自己 认识周围 谁是你妻子 谁是你先生 他为什么是你父母 你曾经热爱的女人 为什么不理你 你曾经想嫁给的男人 为什么不嫁你 你们之间曾经苦练了十年 结果分手而去 为什么 咱们下集再说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